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论语》自章篇第七节 子夏说 各类工匠白工 居四移成骑士 他们都在制造场所实地练习 当然了 不同的工匠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制造的场所 去实践 去操练的场所 这样他的记忆呢 才会经熟 君子求学学习也是一样 是为了要求得道 要求得最高的真理 我们要透过知识 要建立一个道 建立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不容易说清道明 我们称它为道 一切学问呢 是为了道而学 要培植这个道 那这个道是什么呢 就好像仁爱的人一样 讨论起来 问题就大了 我们可以分三方面 道有他的体 有他的像 有他的用 体就是中心 形而上 像就是他的现象 这个像 为达到人生目的 那就是用 第八节 紫下说 小人之过也必闻 小人犯了过错 一定要掩饰 所以他是一个小人 我们常常说 闻过是非 就是来自于这里 我们自己有过错了 焚饰一下 掩护一下 把自己的错呢 掩盖起来 其实君子自己错了 就承认错了 那就好像太阳月亮 偶然有一点黑影 大家都看得见 等一下就会过了 仍然不失原有的光明 所以认错 没有什么大不了 小人会闻过是非 但君子一定会认错 第九节 君子有三变 望之言然 看起来好像非常严肃 寄之也温 接触起来 平易敬人 听齐言也利 就算是他 讲话的时候 玩笑话 但里头又不失庄严 这三点 是君子的一个特点 希望我们能够多多学习 拜拜